陳人數跟志永 消防處有非常乾杯我們的市長 以前1999 也把警察局規在裡面 如今本期都出的建議 人的市長散解民意 在我們的警察局回歸110 我覺得我們的市長是正確的 这个普遍获得我们警察同仁的认同 这样我也标识启定非常严重 但是我在保安当了11年的保安委员 我对警察局对消防局我有深度在探讨 来消防员任务还凡批评命运回归救人本院 来我们看一下 那个消防局 在83年他从这个警察局消防大队深耿 他的主要工作 他的主要工作是 预防火灾 抢救灾害 紧急救护 这个是你们消防三大任务 主要是什么 卫民啊 民是什么 是人啊 人啊 你的工作是人啊 紧急预防火灾 抢救灾害 紧急救护 你知不知道消防队员啦 可以跟我说一句话啦 他说什么呢 消防局长 他说啊 我仁可 台湾天救人时 被水冲走 也不愿因救一只小猫 而受伤 人消防队说我敢去救 救我 拔水 去救水 他们是 还是说去救灰 灰的 股民 去这样 兴致 他怎么要这样啦 他就不想說你那種小事情 你就 我們訓練消防隊員 跟我們訓練六高六高 我覺得這個可以探討 台北啊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我再繼續說明 我們的啊 高雄市里的六個大隊 五十個分堆 編制園鵝一六 現有我們欠幾百的 欠幾百的 現有我的錢的是這裡 好來我看一下 所以啊 我報告 市長齁 消防隊員啊 我感覺 勤務也很多 跟警察局差不多 包三包來 抓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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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狗子 抓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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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再看 好 消防局 火災救犯監 火警出動是這樣 一百年是這樣 救警出動是這樣 救警員 救警員這樣 一百年 每一年都累積在增加 消防局實在也說得很可憐 高雲市、消防局、其他衛品服務案件 捏香的啦,一百年是這樣的啦 捏爪的啦,捏狗啦 捏狗啦,捏狗啦,捏狗啦 捏狗啦 我說真的,消防隊員 為在消防學校的時候怎麼有訓練這個 這沒你訓練這個啊 他是訓練是救災啊 怎麼有你訓練這個呢 我拜託齁,市長齁 我拜託市長 消防隊的養成過程啊 養成過程並無抓動物這一項 消防員對於動物專業知識並不如農政單位 所謂農業局長,你沒頭笑 我說這你來做什麼 你本來是農的啊 這都要讓你去照啊 消防局有這什麼 救災、救火、三大、任務 但最要消防局去執行 除了增加消防負擔外 常常因此受傷甚至死亡 死亡 包括你們很多隊員說你們去母親 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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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報告市長這個你聽一下 目前啊 目前我們五都啊 除了高雄市消防局 還在執行貓狗救援情務 其他市都 以回歸容證單位來執行 動物的救援情務 其他市都能 為什麼高雄市不能 來 台南市啊 我舉兩個例子 台南市啊 和平後 由動保住動物保護管自己負責 編制四三年 一年一算三八萬而已 才可以 這樣做確定 台中市啊 他是消防局推薦 提供這個物資 梯子啦 神手啦 網子啦 簡易記載 讓民間救援團體訓練 普全人員 讓台中市是這樣啊 台南市是這樣 一年來變三百萬 可以改關消防局啊 提供 那也讓他們 多休息 把他們的力量 完全發揮在救火救災 那個方便去 這個才是登土 人家四都都在做了 我相信在我們英明的 局長的這個 陳市長的領導之下 我相信這個要把他 做一個改善 那是最好不過 消防局人員絕對的感謝你 而且 這個也回歸他的本業 來 所以我建議啦 消防 基層的消防人數不足啦 且勤務相當繁忙 事務應將貓口勤務回歸動物 專責單位 讓消防局專責救災工作 能真正落實 保護人民身家安全 我搞的這個才是正題 結語 消防弟兄是在火場拼命的 出生入死 保護高雄市民生命財產 請視察 應該讓這些弟兄能夠專注在 最高度危險性的工作上 不要讓這些弟兄 還在批以碰病 在其他不相干的業務 讓高雄市民全家安全 得到保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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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